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有种名媚叫做迪丽热巴,分享在希腊的照片,在花架下美到不可方物。 说到迪丽热巴大家都很熟悉,作为著名演员。 迪丽热巴在人们当中的人气也是非常高的,曾经一度是女明星中的头号流量。 出身少数民族的他有着非常明显的异族风情,颜值也是非常的高。 在被戏称为三部一个迪丽热巴,五部一个鼓励纳扎的新疆也是颜值出众。 可见本身的颜值多高。 虽然最近迪丽热巴的事业受到一点点冲击,但是自身的流量依旧非常大,平时的一举一动也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。 而最近迪丽热巴在希腊做节目,并且发了自己拍摄的照片。 和往常一样,永远开朗活期的热巴依旧是颜值惊人。 照片中的热巴身穿一件简简单单的白色T恤,化身粉刷将在为花架粉刷。 而背后的花海更是显得怒放无比,经过地中海的阳光照射之后,花朵更加艳丽,分外魅力。 更加之在花朵之前的迪丽热巴,那种美感真的让人感觉想要时间停留在这一刻。 甜美的迪丽热巴仿佛比远处的花海更加美丽。 而反过来花海硬衬出迪丽热巴的清纯。 大家都知道,美是一种只能遇到但无法言表的事物。 但是对于迪丽热巴而言,美既是它本身。 在花架下享受着巴尔干半岛独特阳光的迪丽热巴,将它的美依旧留给了我们。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希腊,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喜欢迪丽热巴。 那眼中的光亮,确实也是世间之所罕见,那种明媚的感觉也是非常罕见。 让人不得不惊呼,迪丽热巴是那么漂亮。